他以前的生活是 和其他朋友一起吃吃喝喝玩玩 最重要的就是去追求金钱 后来他发现 觉得这个钱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 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群 不再会为了找钱而去找钱 去做一个金钱的努力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陈雪峰在中国奴州的故事 请留意来的这一期 《国粤与商星道》的《恩与之声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